2023年新年快樂 2023年明天明天 我要給大家分享一下東京的幾座選手 第一 我去的東京大名神 你看 鳥居很大呀 兩位巫女在大門迎接我們 今天是1月6日 但是很多人在排隊拜訪呢 這是提東 很多 大家在家裡買護身符和紀念品 年輕人很多 巫女在家裡售賣呢 東京大名神的紀神是天照大神 就是跟一世神功一樣的 那我去下一個地方吧 東京大名神附近有金國神社 雖然今天是1月6日 但是金國神社裡還有魂魘呢 他們的生命力這麼長 金國神社的鳥居也很大 最近在蓋了休息大廳和商店 那我就過去神社裡面吧 鳥居很大 日本的城市 日本的城市都會有日本清酒的酒桶 在這裡洗手 漱口 那進去大門吧 原來這裡是櫻花民所 也有櫻花的幾種木 那就拜神吧 這裡也有賣護身符 紀念的樹像是兔子 這個兔子很大 拜完的神 那就離開吧 有些人會拍紀念照 有些人會拍紀念照 那我就出去吧 你看 真的是火焰 生命力真強 這裡是艾丹城市 這個台階叫 初始階段 我們要爬台階 那我爬上去吧 我的速度越來越慢 大家都會說 我很累 東京有一座自然的山 叫艾丹山 有海拔二十五米 好高呀 我到達頂上 看後邊 加碼頭 這裡就是艾丹城市 很多人都排隊呢 這裡的自然很豐富 這裡有賣護身符 城市裡還有小的城市 在家裡洗手 塑口 我看看有多少人在排隊呢 哇 這麼多人在排隊 今年也請多多關照 本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到達了